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稍微来说比较难找 因为这张地图比较大 而且的话这个隐藏兵种 放在了一个阴影的地方 还被一棵树挡着了 旁边还有一个亭子 小亭子 那么这个兵种是什么呢 就是这把扇子看到了吧 这边的话我们重新来 让大家看清楚 就在红方这边 有一个小扇子 这个地方不得不说藏的是真的好 从很多角度都不能看完这个完美的扇子 怎么接近之后 把他弄高潮 然后 砰 解锁一个慈善人 慈善者 这边的话我们叫他 扇子兵吧 对不对 因为直接按照这个单词翻译的话呢 叫他慈善兵 感觉有点怪怪的 怎么听都不对 你说这个慈善 万一有些人听错了 以为是慈善 那还得了 本来是来寻求帮助的 结果这个扇子 嗖一下 把人打飞了 扇子兵的穿办呢 是一个希腊人的穿办 而且的话呢 这个扇子 比他的头还大 咱们这边来看一下 这个衣服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怎么不好好穿衣服啊 怎么把内裤露出来了 这上衣怎么回事 怎么 不拉紧啊 这个圈圈 对不对 它不是应该贴着肌肤的吗 哎呦 你看这个人真的是 不文明 不过说实话 这个扇子好像比这个人都要高 这个扇叶比头都要大 比胸都要大 我们先放一个箭矢来看一下 扇子兵是如何进攻的 可以看到这个扇子兵 主要就是扇风 扇出来的风能干扰敌方的士兵 由此可见啊 他应该是一个辅助型兵手 主要 就是 干扰 所以 箭矢要批了他 简直轻轻松松 像切豆腐一 What 切豆腐 拍苍蝇 他 他怎么就像 他怎么就像苍蝇一样被拍死了 哎 他被一把扇子给拍死了 而且这个扇子兵还摆出了一个 很用力拍人的姿势 不是 什么情况啊 不科学了 哎 不是 这肯定不是我的毒奶 你想想 我的奶 能毒到这种程度吗 对不对 哇塞 这一个辅助兵种 把一个超级战斗型兵种给干掉了 我觉得 除了我这个毒奶因素以外 一定 这里面有其他玄机 对不对 不行 我要再试一次 刚刚那一次 绝对不科学的呀 一个箭矢 你想一下 这么强的单挑兵种 居然打不过一个 几乎没有伤害的风扇兵 你说这科学吗 完全不可能 对不对 来 这一次箭矢给我批了他 What 不是你这个箭矢 你在这个时候走什么正步呢 他怎么就死了呀 我怎么完全没看懂 他这死之前还走了一个正步的姿势 姿势 我这气得我话都说不好了 什么 哎 等一下不对了 这不可能 我觉得这个箭矢不可能单挑上打不过一个扇子兵 这不科学 一定哪里出问题了 我想一下 难道真的是我的毒奶这么强了吗 啊 不是 你们这个弹幕说一下 如果说你们觉得 应该是我这个毒奶突然间功力倍增 你们打个1 如果跟我的毒奶没关系 你们打个2好不好 我觉得应该是2 应该跟我这个毒奶没有太大关系 这不可能不科学的呀 对不对 这边啊 我们要证明扇子兵 在战术上是具有实际作用的 首先我们在这个后面是放上了4个弓箭手 然后的话呢 是一堆的长矛兵进行 徒步前行 然后用这个扇子兵来拖延时间 看一下 扇子兵能不能拖延到 把这个比他们价格贵的人数多的长矛兵 全部被弓箭手射死 如果能拖延到弓箭手把他们全部射死 就说明这个扇子兵是有实际战术意义的 当然我觉得这个扇子兵 通过刚刚跟剑士那两场 我觉得它不但有这个战术实际意义 它还有这个战斗实际意义 这边有个弓箭手怎么挂了 不过目前来看 好像基本上没剩多少个长矛兵了 哎游戏结束 看到没有 看来这个扇子兵是有战术实际意义的 对吧 它这个拖延和这个干扰还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对于这种阵型 对吧 本来一个很美丽的方阵 就给你吹成像 像你们早上没叠的被子 哎对不对 为什么不说是我的被子呢 因为我是叠被子的 你们这个叠被子的可以扣个一 不叠被子的可以扣个二 或者评论告诉我也行 哎不对啊 我为什么要知道你们叠不叠被子呢 哎不管了 咱们来统计一下嘛 对不对 统计一下我有多少个勤劳的粉丝 这边测试一下 究竟这个扇子兵能不能把重量型单位给它删退 一排扇子兵 然后的话 有请重量级嘉宾 猛马相 来看一下能不能把它删退啊 有一定的阻挠 可以看到这个相腿刚刚有稍微往后 但是好像并扇不退 可能是这个猛马相的吨位实在是太大了 看来扇子兵在遇到这种重量级单位 还是无可奈何的 怎么回事 怎么我刚刚看到有个扇子兵被扇死了 你们怎么回事 这个扇子兵还能干队友的 What 对吧 哎 好 没有什么悬念了 扇子兵确实删不了重量级单位 他只能删一些轻型单位 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就是 我们这边先放上一个投锤兵 因为投锤兵速度比较快 后面放上风扇兵 加拉拉队 拉拉队 然后的话呢 这边是拉拉队和这个 爱的魔力转圈圈 待会就变成龙卷风摧毁停车场 看一下究竟是龙卷风的风力比较大 还是扇子兵的风力比较大 好 龙卷风摧毁停车场 我的天 扇子兵直接把龙卷风给删退了 这还得了 你们看到没有 龙卷风在节节败退 根本没有办法靠近扇子兵 游戏结束 最后由于这个龙卷风里面的士兵 转速过快 晕车了 游戏结束了 天呐 居然能把这个龙卷风给煽动 我以为这个气流会一起卷进去 没想到居然是这种结果 太强了吧 这样的话相当于可以把敌方的龙卷风 为我们所用啊 OK那么本期扇子兵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这期视频实在是太诡异了 我现在还没有完全能接受 开局那个剑士 是怎么被这个扇子兵打败的 一对一打败的 对吧 剑士这个死得好可怜 我现在都想不通 这不科学啊 那行吧 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先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订阅小铃铛 点赞收藏投币 转发分享这个视频 每天可以来我的频道逛一逛 团结有爱互帮互助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